2020年6月28日 常年齐第十三主日弥撒读经分享 耶稣说 谁获得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 谁为我的缘故丧失了自己的性命必获得性命 玛窦福音十章三十九节 分享 耶稣无条件地爱世人 即使人曾背叛天主 他仍甘愿舍弃自己的性命 替人去承担人因犯罪而该受的死罪 但他也提醒人 若要做他的门徒 就不单是被他救赎了的人 而是在得救后 考虑清楚自己是否愿意付出代价 去做耶稣基督救世的同路人和合作者 做耶稣门徒的条件是完全接受耶稣做自己的主人 耶稣是生命中的首位 就是以耶稣的价值观做自己的价值观 做耶稣要做的一切是 他背十字架 我们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追随他一起去舍弃一切去服侍别人 耶稣许诺过 追随他的人必获得天主的生命 比人的生命尊贵得多 且必获天主厚赏 耶稣强调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门徒绝失不了其赏报 马斗福音十章三十七至四十二节 圣勇第八十九篇 赞美仁慈的天主的祈祷 且看天主借厄理所赏赐接待先知的妇人获得儿子 天主适应受送扬 列王记下四章八至十一节 十四至十六节 最幸福的人就是那些和基督同死同生 归属于耶稣基督的人 在他内度天主所赐的心声 遵行天主圣言去生活 像耶稣基督一样借着天父的光荣 活出喜乐和幸福的人生 圣保禄宗图至罗马人书六章三至四节 八至十一节 天父 你既恩赐我们一子的名分 并拣选我们成为光明之子 我们恳求你 不要让我们陷入错谬的黑暗 而常能生活于真理的光辉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门 罗碧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